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室围绕浅木饰 着重日光照射 切有轻松的阅读角落 这单位风格是简约文青的 户主是较轻松的 它本身想要一些温暖的感觉 可能入屋很舒服、很简潔 下饭厅没有明显的分隔 用色融合以浅木色和白色为主 常见的是这种坊间流行的白纳幕 纹路和颜色清晰 文青的感觉就是 可能呈现现在的木质的感觉 我自己定义不是太深色的木 而是浅色的木 而且现在流行白色云石 用这些派到空间 灯光港球均匀 合适灯平均安装在全屋的天花 反而饭厅设计和装饰比较细 这边用上两盏金色的吊灯 挂墙中也简线金色边框 点序家居的气氛 木餐桌已经是全屋比较深色的傢俬 木眼明显 配上灰色布艺餐椅 背后贴长的矮身储物怪 采用离地的设计 储物怪台面是白色云石 上面设设计 上面设有两排的木层架 摆放植物和饰物 层架底部滲光 客厅电视柜也是离地 并且是浅木色 半次简洁轻型的风格 前灰色L型的布艺梳化 下面摆放白色地毯 令到温暖度提升 客厅不会过于单调 全靠电视柜背后 一幅灰色的特色墙 单位大约650呎 原积三房改为两房 特色墙同时收起暗门 入面是休息的空间 本身想做暗门 他就觉得暗门 如果我们做暗门 我就建议我会不会用手抽 令到暗门不容易污租 但他又觉得如果有手抽 就呈现不了暗门的效果 所以我们用了这种特色涂层的物料 去做它是容易打理的 基本上可能用干湿布抹都抹到 经过改动家主人套房 地台升高两级 其中一间房就拆了 其中一间房就拆了 连着主人浴室 就扩大主人浴室 呈现了一个大一点的主人套房 那个储物空间 就在那个衣服间 就有地台和大衣柜 令到其实户主两个人都够用 地台方想软站 同时可以成为休闲的阅读角落 睡房设计简介 简介明亮 床架和近窗的书桌 都是圆融纸木色系 破大之后的兔子 写手盘台面增加 有更多位置厨物 旁边淋浴间的墙身 以白色云石铺砌 令到整体感觉更光明 向内容易被忽略的圆关位 今次设计同样广告 地下特别铺上绿壳形 深浅不一角灰色花纹砖 磨砂玻璃堂门后面是U型的厨房 继续以木色、白色和云石配搭 中间的厨房 关了厨房的拖门 背后有另一道木皮的拖门 内床高置天花的鞋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